冰他的賈克斯 前面的兩場比賽 發揮都非常非常能 但如果我們真的 這個不吹不黑的話 以這兩把的團戰遊戲內容來說 其實冰他進場的時間點 好像跟隊友都會稍微有點脫節 我覺得主要是邊線給到的壓力 對 邊線給到的壓力肯定是大的 因為這角色就是 邊線就是強嘛 沒錯 裝備起來之後 但是團戰裡面我覺得冰 他可能跟隊友 要再有更密切的溝通 看一下前面的開局 第二場WBG 他們在前面是遭遇的不測 這場 會有換線之類的情況嗎 不過BLG有先下眼睛喔 所有人都是擠在上半路 然後等一下 對方如果真的進的話 他們就有可能又再繞回來 不過冒凱与丟了樹精 就可以確保這個草叢是沒有人 就不會發生上一把一等團 的那種大爆炸的情況 有先買個保險措施啦 對 所以最後是選擇要換 凱撒和牛也已經到上半步 所以這好像也是一個 就可能換邊的正常隊 這個就是有點算是你要換 但是我要跟你正對 就是我不想跟你換 對 一開始的兩發Q都是有命中BLG的雙人線 對 但是這裡知道對方的雙人組在上了 所以 理論上打野會直接換區 所以可以看到薰他的位置是三郎過後 他就會直接進了 對方的下半野區 這樣子可能就要比拼誰的月塔能力會比較優秀一點 因為他們知道了他能在自己的野區開的關係 他如果這邊先刷自己的山灘才走過去的話 第一個是時間太長 第二個是你出來的第二輪野怪 你自己家沒野怪 因為你全部都在同一輪刷掉 他會變成他被迫一定要走到對方野區來刷第二輪野怪 所以他這裡先進對方野區是一個正確的判斷 我覺得藍寶有可能被躍喔 那上半部的話其實也有在耗對方血量了 現在BLG兩個人都還是一等喔 來了兩等了 那應該基本的防備是能夠cover住 然後他人是對方的上山灘 之後要回頭刷自己的山灘了 薰純純欲動 三等之後馬上要來執行 這波炮射波 中午也嘗試想要換一波的血量 薰在斷兵線了 他現在把兵線拉在塔外 塔殺時間 過熱被推在牆上 連續的C圈招屋之後 藍寶只有打出交換 這真的就還是會被換 就是如果你要這樣在前期越藍寶的話 其實就還是有可能會被換到人頭 雖然說稍微損失了一些小兵 但TP過去大部分都還是能夠接到 但是冰這裡的話 因為陷入有進塔的關係 等一下會回推 他可以直接用走的 可以省一個TP下來 對WBG來說 這波好像也不太虧 對他們不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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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要看他TP回來有沒有接到這個 這個炮射波 如果TP回來沒有接到的話 可能會少 還有小豬 對 中路耐神能夠保持主動權的情況下 豬女也會比較難做事一點 因為有其他的隊伍包含他們WBG在前面 他們會讓他在對方上三灘開完之後 回補直接來下去保護自己的上路執行月塔 但是這樣的情況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是對方上三灘開完之後 你回補往下走 你的下路是沒有野怪 因為薰他是吃你家的兩灘 甚至三灘之後直接執行月塔 所以如果你下半部沒有打起來的話 你的打野就會節奏慢一排 所以他這一次他是沒有選擇回補 衝下來保護上路 他是直接回頭刷自己上路 下半部感覺要二打二囉 先看到了豬女的位置之後 先看到了豬女的位置之後 上路也是直接點上去 再頂起來 這場Light打得很兇喔 在小兵中間 尾端的Q是沒有命中 他這裡是 點燃跟治癒的交換 前面的對線起Light換血換得蠻好 因為對方是亞利斯塔 前面比較沒有什麼主動權 在換血上面一直會打得激進一點 和蟹的爭奪戰 重擊 藍寶是能夠先靠過來的 剛剛記得是有 屯一波的兵線 但物件誰都沒有辦法開動 但中路其實小虎是要先回補的喔 他還有TP可以出來 兩邊都在等一個上六的時機 等上六跟等TP的時間點 因為其實 不管是Night或小虎 手上的也都還有TP 鞋子也是一直給予藍寶壓力喔 剛剛點位是已經有PIN出來 所以豬女他也是直直往下半部來走 接下來就要看三重會落在誰的身上 因為一邊是中路推 然後WBG他們則是上半部有 伊澤瑞爾和茂凱的優勢 小虎選擇直接TP過來 第一條小龍是火龍 現在變成是 呼吸要來主動進攻 中路往上靠 所以是對這個第一輪的虛攻又重 這波Tarzan因為Cover了一波 所以薰他的速度是會比較快 因為他是直直往上走 WQ頂 打了一下洛茲苦 尾端的離群手已經是有命中 想要看看能不能夠把對方的一些技能打出來 這樣的話自己拿這個幼蟲就會更簡單一點 泡一點血量 已經是先吃了一重了 對 但是下路這波兵其實蠻大的 阿B如果來支援的話 這下半部的兵線放掉是比較多的 兩重 先頂了一下 極力衝刺 薰往前鑽 鑽到了牙凝 而ARM也在旁邊 另外一邊Night也是丟出了洛茲苦無 永恆洞土把薰給冰住 再搭配的是小虎的疾風 冰趕到了戰場 藍寶也在附近 藍寶是有等力子飛彈的 直接給大絕 但反而是接下來Chris他頂了進去 打散了 來到了冰的面前手殺 應該說這顆擊殺要直接被冰給敲掉了 Night能夠再拖時間 然後再用無翔追擊去躲到後續的控制 接下來BOG要來閃人 華澤要趕快閃人 因為冰這樣他賺到了 原本阿冰他是放掉了下路一大波的兵線 不意思他是囤了一大波之後送進去 然後阿冰他直接往中路靠 他是沒有選擇接這個下路兵線 所以他如果沒拿到這顆人頭 他是很虧的 結果有一個人交閃線過來 直接拿到頭 冰錯陽差 賺到 哇原本他很虧的 剛剛貌凱他是主動綁進去 然後拍AQ之後發現 隊友好像跟不太殺 而且亞尼也是先交過大局 下方的兵是武士淡淡 但拿到這顆頭的話 這一波的支援兵就 不虧了 而且其實三重也是落在兵身上 KRIS比斯波是沒閃的 要綁到AQ沒那麼容易 對方甚至有大局可以拉扯 吹風也沒有命中 再頂高速 搶第一輪的虛空右手 冰這場cover的時間還蠻多的 小虎 反擊風暴 還有閃線 但他沒有按 他覺得他自己不會死 所以他沒有按那個閃線 然後被薰跟到這一波傷害 那只能說錯局 應該不是剛轉好的吧 可能要看一下 因為我記得不是剛轉好 他閃線應該一直都站 而且這個連鎖效應是 擴開來到了上半部 冰這場是複頭跑線啊 從中路殺到上路 再給一個蓄力一擊 已經三顆頭了冰 是你嗎 阿冰 那一局要來了嗎 又很 那一局很危險不行 R到了 薰的位置 二刀流 奧義 薰必須要在這裡陪葬 看人頭要給誰了 要趕快讓小虎拿點經濟 因為中路的Night 也一直有把線送進去 他這把是跑線流甲克斯 跟前面兩把我只能說完全不同風格 他走去第一輪虛空的時候拿一顆頭 然後剛剛在中路拿到小虎一顆頭 在上半部月塔又拿到一顆頭 在上半部月塔又拿到一顆頭 他好像才是打野 這把兩把打野 這把兩個打野 兩個打野 他跑線的時間點 第一波可能稍微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後面其實他都是有先把兵線處理完 他才做跑線 直直走過去 感覺WBG 是不是第一時間也沒有料到賈克斯會 他覺得他拿完頭會回補裝備之後 回去下路兌線 因為他沒有TP 所以他覺得他會回去下路兌線 但他其實直接 GANK完中路直接往上路走 四個狠人 很狠很狠 外套拿掉的你就是不一樣嗎 他不是外套拿掉 外套丟掉了 丟掉了 他丟外套直接丟出去 對 剛剛小虎是好險大爵士有流到鞋子 不然一個都沒有流出的話 對WBG心態上面也有點狗 至少讓小虎交換到一個人頭經濟 但是這樣的話 賈克斯的發育 可能WBG這把就要找機會去限制他了 當然賈克斯這麼頻繁的跑線 其實也是有喪失掉蠻多的CS 對他是CS 所以雖然說他是三顆人 但其實經濟的領先上面並沒有到 就差不多領先300塊左右 因為他放掉的兵線相對比較多 兵線會這把WBG就要比較注意一點 因為蝎子機動性是高的 然後凱撒支援的速度也蠻好的 現在WBG要來交換後續的三重 那BOG則是拿小龍做交換 這是這場比賽才第一條的小龍 現在有比較多的隊伍 後面其實會小龍跟幼蟲直接做交換 因為當你遇到那種可能像是 我們前面提到的像阿里體系這種 抓邊能力很強的陣容的時候 你虛空幼蟲拿得很多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邊線分推 因為你很容易被抓 所以大部分的隊伍就會選擇轉頭去拿小龍 把小龍的優勢堆疊起來會更重要一點 結果我們今天就是在前面三場的比賽 一場的阿里和賽勒斯都沒有看到 因為賽勒斯他們自編的嘛 就他們也知道他們不玩賽勒斯這隻角色 本來覺得會是八強的一個主著 對 阿里也比較發人問津一點 但因為勝率也沒有到太好 他們選擇了把牙寧開給小虎玩 然後去限制對方BP的架構 要來照顧他一下了 小虎小反制風有吹到耗了冰半血 傷害還是有打起來 但是冰的TP也快轉好了 所以這一波應該是薰要幫他看一下 不然這波兵其實也有點多 這波的小兵有點多 所以他可能要幫他顧一下讓他能把兵線吃完 他有想怪 然後旁邊的話其實冒凱也是過來支援 現在這兩隻角色都有6的話 其實團戰的張力還蠻高的 團戰是有畫面的啦 但是問題點就是 你不能讓這個賈克斯發育的太爽 還有再來就是奈特在團戰裡面的站位 能不能夠切到後排 只要他能夠切到後排的話 我覺得BLG團戰上是比較好發揮的 奈特走一個繞後衛 第一發魚叉是先吃到的 最後是沒有起殺星 9等打10等 這把呼吸他是出這個鍍板鋼蓋 所以邊線遇到9的話可能會有被擊殺的風險 那阿卡利的裝備也還沒有提升起 邊線的作戰能力也是兩邊後續要去比 現在都還是要靠物件團戰 因為兩邊物件團戰張力都很夠 所以就是看物件團大家發揮的怎麼樣 在邊線上就爭取發育空間就可以 CC和衝排都還蠻完整的 因為理論上以陣容來說的話 WPG的陣容是有 確實是有時間壓力的 他們包含像藍寶或E者 都是在中期作戰能力很強的角色 如果你打到真的到後期的階段 可能他們的陣容會很難去處理凱撒這個點位 只是冰他好像一直找不太到回補的時機喔 欸 攔住囉 硬檔有凱撒 閃現過去想要跟暈 殺手本能是已經就位了 是用反擊風暴跳到臉上來把他 R位移的距離給攔住 這樣變成是等一下要打 浴室者的時候 這個小虎他是會沒有大絕 對 沒有大絕沒有閃現 但是冰這裡還有一個大絕 煙霧彈交 這場 呼吸他的等級領先還是有維持住的 但是冰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好的回程時機點喔 他到現在都還沒有回的話 那這個浴室者應該是爭不了了 小虎剛剛在回程前他多推了一波兵線 因為冰原本那波是要回程 他要多推一波兵線 讓他在塔下接那波兵線之後 讓自己的打野能夠先去動這個浴室者 但冰他又開始跑線了 這次直接TP過來到下半步 要來找Breece大絕直接洗掉 Breece有聞到了有麻煩 等於一直飛彈硬洗 尾端的砲車吃掉 這樣子還要殺嗎 亞莉莎扛嗎 扛了扛了扛了 我誠意都給這麼滿了 還得殺我 沒有必要這個樣子啦 太殘忍了啦 有點狠啦 呼吸表示 現在要這樣 我都用大絕把兵洗了 你還要這樣子躍我 四躍一 對 而且是用亞莉莎的大絕 讓他先扛塔之後 直接把藍寶給躍掉了 人頭看應該是 阿卡莉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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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步想要去換這個外塔 差最後一點的血量 小龍30秒之後也要到來了 WPG手上是握著浴室者 只是這場兩邊的中塔都還滿健康的 因為兩邊的AD都需要前面一點發育的時間 然後手 就依著他POKE能力很強 搶中線能力還不錯 但是點塔速度就是要等到 隊友能夠給他幫助啦 就包含冒凱的大絕之類的 能夠幫他限制對方 他會比較好點塔 剛剛BLG又是往上半步靠了 哇 一大坨的兵線 這個呼吸 心在淌血 對 全部沒有吃到 他現在有吃到了 吃到了 但是這個上一塔拿掉 戴特開大了 還是要抓 無瑕追擊 貼到面前 對 再給洛子苦無 原地的開招 但這裡是BRIVE他的本場 然後再TP 踢去 直接踢回家 對 直接踢回家 對 直接踢回家 對方的輔助往上走 所以不想要給對方GAK 哇 Chris這樣又死了一次 他走出來沒多久就死了 但他這把真的被針對了 一分鐘之內發 資訊量龐大的一場 沒想到 對方這麼狠 對 完全不給操作空間 而且是他點掉的瞬間 Night就直接交大絕 要硬殺 還是這裡有機會來抓他看嗎 BRIVE他是有TP的 對 有TP 有大絕 AUN直接坐船門過來嗎 這頭牛 坐得有點前面 再把豬給頂下去了 但他是應該有Q吧 要夾出來 哇 一夾 而且還夾到兩個 買一送一 小五大絕進去 也是打得還不錯 但接下來往前開一開 又被蠻流之翼給頂了起來 能夠成功回去 最後還是被AUN給擊殺 這時候BRIVE過來 先燒了一個整理子 飛彈先封住洞口 精準大夫抓了一個滿堂彩 這不是WPG拉下勝利 在這裡嗎 在這裡嗎 尾端的Q是短了一點點 我後面 BRIVE這個TP落位抓得很好 而且是在BLG全部人擠到龍坑 要收殘血的WPG成員的時候 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封路的角度 讓藍寶算是一吐願吸 對對對 這波封路的角度就拉得很好 他那個大絕是讓BLG全部人都被迫回到龍坑裡面去 但是LIGHT的位置 旁邊其實有LIGHT在 武士丹丹 這邊而且還拿到了中一塔跟下一塔 這波拿到的經濟是很多的 伊澤那個大絕感覺刷超多傷害 本來看第一時間就是 這裡對他的 出了所以他把他頂下去的時候 他的現在回不來 等到薰頂到臉上來的時候 剛好把伏葉抓出來 剛好這兩個坦克能夠頂蠻長的時間 然後隔牆伊澤輸出 牙妮斬進去 一直不斷的打傷害 然後因為第一時間被牙妮R到的關係 所以LIGHT其實有斷檔輸出一下子 然後後面PREASE這個大絕 雖然沒有燙到把OE拉滿 但是也讓BLG的人走不出來 限制走位 對 限制走位 剛剛那個局面對BLG已經是火燒屁股了 對 其實走不出來了 他是TP出來的 所以 狀態相對來說比較好 雖然說 剛剛那波團傷害 藍寶沒有到太高 但主要以限制位置為主 對 但是這個威嚇作用也打到了 來這裡再拿到 大絕擋到交閃線 夾是沒有夾到 對 我BLG這次 這個西列賽的主軸 針對小虎 感覺是 針對邊線 對就是邊線 不管是誰 就不斷地去做進攻 那因為中路是凱撒打一折的關係 他們 也不太需要在中路線的爭奪上面 花太多的時間 就反而是不斷地往邊線進攻 而且幾乎都有 逼到一些關鍵性的召喚師技 但是剛剛WBG他們是有把中塔給攻破掉 所以變成BLG他們接下來要執行邊線進攻 沒有想像中來那麼容易 他們可能就要先落位 或者是你的 鏡像的位置 包含像賈克斯或阿卡莉 要主動放掉一波邊線來 先來蹲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如果他們接下來要打邊線的話 這個方式比較簡單 這場WBG他們依舊把Light養得肥肥 在經濟上面領先了一千四百塊錢 而且他的強勢騎士已經到來了 現在是兩劍 而且魔劍疊完了 現在感覺伊德超痛 他現在在中線給到的壓力很大 但是主要還是要看他們接下來的物件團戰碰撞上 BLG的能夠切後排的包含像賈克斯跟阿卡莉 能不能夠站到一個好的位置 如果第一時間位置就被找到的話 其實伊德的輸出空間就很好了 不太能夠限制到他 等一下應該是一分半之後 有機會的小龍決戰 團戰開起來的話 現在這個時間點 感覺還是WBG稍微開大一點 藍寶現在的裝備是 大面具加探索者戶 所以現在如果藍寶有大的話 一定還是藍寶這裡傷害相對會較高 在這個獲勝的 應該是期望值上面的話 也是比較偏向WBG這裡 但是也沒有到很高 操作局 我比你玩了三把的賈克斯 真的就玩三把賈克斯 但是他這一把 感覺跟前面兩把不一樣的角色 瘋狂抓的 這把他的玩法比較團隊一點 可能也是在中間的時間去溝通上面 去做一些調整 現在雙方就是在中路搶線的話 都不會說能夠爆發出什麼團戰 因為就是 你推我接 大概就會長這樣 反而是在邊線上 誰會被對方的TP 抓到機會 就很重要了 比較偏休息的時間 應該也所剩不多了 在十秒鐘 電龍 阿卡莉有TP 現在擺在上半步 第二件裝飾已經快要拿到手 阿卡莉這一波的戰鬥力很高 但是Light也有閃現 所以也不太好去抓他 也要看有沒有好的側接位置 阿卡莉還在帶 藍寶選擇徒步走在正面 BLG看位置站不太進來 好像要直接去選擇打交換 但是兵也靠過來囉 看一下這波感覺是想接的喔 BLG 別看小龍已經吃到 TP也來了 TP是踢正面的 一抓凱莎飛了進來 但飛到龍科裡面 反而對方下了一個等力子飛彈 搭配的是雅寧的二刀的奧義 也是斬 但此則他斬應該是已經撐不住 然後呼吸的話 他也被卡在洞口裡面 另外Light之間切掉Light 這波刺客來 win 卻無終來自阿卡莉的追擊 接下來也要留一個クリス 這是一個關鍵擊殺 竟然還能夠把有閃現的Light切掉了 還在追 冒凱莎只能反向逃亡 但接下來應該是讓阿卡莉去料理就可以了 對 那這樣BLG要動巴龍了 輔助殺手 在這一波他是下路殺手 哇 我覺得前面クリス 其實他的Q技能處理也做得很好 就是他知道阿斌要進場 所以他在進場版型風暴的當下 其實有被クリス 拍掉 但後面沒有想到阿卡莉還是把Light切掉了 而且Elke這把 他因為他直接上牆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輸出有斷檔 滿長一段時間的 哇大節奏 對這波真的被Light給殺到了 而且 前面有提到嘛 就是真的要殺到 Light團戰才能贏 真的殺到 對要看一下Elke的位 因為Elke他其實在 這個小龍牆上其實 他斷檔輸出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看起來BLG是很危險的 Night他TP下來的位置 剛好卡到了Light的輸出範圍 對Elke這邊 他1沒中耶 Elke這邊什麼都做不了 他這裡真的什麼都做不了 到後面才 貼到牆上的藍寶 他才有辦法輸出 這要切爛 哇真的讓這個阿卡莉秀起來了 因為前面我覺得WBG的領先 1500塊以上 都是在伊澤的身上 他好像單人就領先1300吧 對 所以龍坑裡面其他人的戰鬥力沒有來得那麼高 所以兩塊肉要來幫Light去爭取輸出空間 石剛那波團前面也沒有太多讓他poke的時間 他應該是在凱撒去中路接線的當下 WBG是覺得 誒 又抓 焦1了 再攔住 攔住 焦閃了 對他這裡不焦閃 不焦閃要被拉回來 不焦閃的話 史加拿會直接焦大 他就會被拉回去 BLG熟悉的戰術上演 他上一波的話 我覺得他們是沒有意識到BLG有可能要來接這波團 因為其實他們是有看到兵在下路接線 然後凱撒在中路接線 當下的判斷應該就是 對方可能這個龍坑 WQ直接頂三個 頂上去了 在中塔要掉的時間太暗 好像自己要被賣了 雖然說畫面很帥 但自己要被關起來 有點急 想要趕快把這個塔拿下來 所以是主動肉身上去賣 我第一時間本來以為有什麼大事要發生 結果隊友根本沒有要 我本來以為有什麼 有什麼其他人要怎麼被側接進來 小虎交一囉 他是什麼招都沒有的 沒閃沒大 現在沒ER過去 勒聽風暴 讓小虎陷入到風暴當中 但是ELC的位置也很危險 WPG要來開團了 夾起來對方也能傷二斷的武俠 打出自己的傷害 而且LIGHT又把LIGHT給抽掉了 他才雖然換掉人頭 但這是屬於必要聚的天下 蛤?LIGHT怎麼又倒了 這波沒有想到LIGHT竟然又被LIGHT給殺到了 完全攔不住他 這把LIGHT 應該說LIGHT注視著燈 他一直在看著他 燈才是最需要練習的 對啦 被抓走了這一波 還在夠啊 還在追擊啊 哇 我覺得LIGHT應該也沒有想到自己會直接被秒 哇 但是 這場比賽 感覺 這波團好像組不太起來了 對 就攔不住他了 他剛剛是殺小虎的時候 LIGHT只有交了第一段的R技能 最後用Q技能把小虎收了 然後R二段去跟到了LIGHT的傷害 這場的LIGHT他是703的戰績 而且身上帶600塊的賞金 開始上課了 LIGHT老師 輸拿出來了 劍仁就往領上砸 先看這一波 我是冰在草叢裡面抓到的機會 而且因為他沒有大絕沒有閃線的關係 走不了 後面是WBG第一時間想要反擊 但 BLG他們其實燒都還在 對這裡R二段 哇 他的一段殺小虎的時候 用完之後他的二段拿來殺LIGHT LIGHT想說 奇怪了 他不是大絕暗了嗎 他怎麼還有大 還有大 直接把人秒了 你們薰的那個反開 保護住LK的輸出空間也很關鍵 這波笑了 他剛剛看起來嘴線很像是 哇我太強了吧 我好猛啊 我超猛的 兄弟們我這波阿卡利猛不猛 有有有有 這波感覺是這個精華等級 回身之後又要往前頂了 而且又是提名 抓三個 抓三個 一炮三響 但是輸出位還沒有辦法跟到 薰可以撐很久的時間 LIGHT先秒第一個之後 準備再往第二個來瞄準 而且後續的牙齡也已經屌了 奧克在丟出自己的虛空探討 LIGHT又往前切 繼續丟出洛子庫 而且一技能又命中到LIGHT LIGHT他依舊活不了 BLG的大舉進攻要為這場比賽 劃下結尾 我的天啊 最後那個一技能竟然又掛到LIGHT的身上 BLG帶著LPL頭號種子的自信與驕傲 3比0 擊破WBG 準備朝著總決賽的舞台來出手 總決賽 BLG先行前進 而且是 以他們過往的歷史來講 今天是復仇成功 沒錯 報了去年的醜吧 沒錯 去年3比2輸給WBG 今年是一吐怨氣 3比0結束這個系列賽 他們也是驗證了自己在 預告片當中的諾言 說了什麼 9比0 沒錯 直接送你9比0 而且 WBG這個系列賽 是讓大家看到了他們準備了 不一樣的東西出來應對 包含前面的史茅德 甚至是辛朵拉 這種中後期發育的角色 讓Elke去玩西格斯 慢慢地把遊戲節奏脫後之後 讓Night接管比賽 這個作用 在這三場比賽 發揮得非常好 不過 今天的表現是 真的滿難讓人想像 他們前面在瑞士智的時候 竟然是三勝兩敗才晉級 對 他們今天真的是完全把WBG 算是壓在地板上打了 而且在把牙寧開出去的同時 他們準備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出來應對 WBG今年也很驚奇 但走到這裡是相對可惜了 對 他們是以LPL四號種子的身份來出發 其實也一路殺到了四強的環節 而且真的也是跌跌撞撞的 然後今天克里斯達的體系 BLG也準備了法洛斯 準備了希格斯出來應對 準備萬全 對 看得出來他們的戰術儲備 目前是非常足夠的 對 在八強其實WBG 他們已經是先擊碎了一道牆 只是 現在這一道更高的牆 BLG他們沒有辦法越過 有成強這個角色嗎 應該是沒有吧 對 越不過去 越不過去 有點高 這裡是BLG順利的擋下來 那他們也是進入到了 接下來 就是會在11月2號登場的總決戰 冰也是兌現了自己的諾言 冰現在應該是在找 那個拿我外套的是哪一位 先還我一下 我覺得 借你一下 他現在可能在等一個人 我記得他其實在訪問當中 他說很想要跟那個人來交手 沒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想當另外一個的接班人 對對對 他要等的人有兩個 對 但我得說 另外一個Match的系列賽 也會很精彩 感覺是心風邪雨 對那個